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烂摊子制造者 也是世界知名的甩锅大王 阿富汗当前乱局 同外国部队的仓促撤出 有直接关系 有关国家应当切实兑现 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重建的承诺 塔利班不会重演过去的历史 如今的塔利班 比上次执政时期更加清醒和理性 美国总统拜登4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 在阿富汗情势混沌不明之际 中国早已展开超前部署 中国外长王毅 7月18日已在前进会见 神学士副领袖巴拉达 显示中国政府似乎看准 神学士将掌控阿富汗 在神学士组织本月15日 掌控阿富汗总统府之后 中国官媒央视近日更是不断在新闻报道中 强调神学士的良好表现 在口岸等待通关 进入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表示 塔利班接管口岸后 进出关的时间都变得比以前要长 但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能够继续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里 工作和生活 中国各家官媒纷纷发文 为神学士政府合法化提供依据 当然也不忘拉来阿富汗民众帮神学士背书 但目前逐渐平稳的局势 也让他们放下了心 他们期待新的政权能为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 让人民日报微博 在转发养食报道时 特别提到911恐怖攻击事件后 塔利班政权被美国推翻 开启长达20年的战争 却直自未提神学士过往的种种恶心 让部分中国网友忍不住吐槽 难道只要美国反对的 中国都支持 有网友质疑 扎掉八米杨大佛 活哥人头斩首实行 过多女性应有权力 难道不是神学士恶名昭彰的行为吗 尽管人民日报后来自动删除了这篇文章 但是中国外交部仍然努力不懈 大力为神学士洗白 如今的塔利班比上次执政时期更加清醒和理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9日在记者会表示 虽然有人反复强调对于神学士的不信任 但他认为阿富汗局势的巨变 显示外界过去对阿富汗局势缺乏客观判断 呼吁西方国家应进取教训 我想说的是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的 不仅要看过去怎么样 也要看现在怎么样 不仅听其言 也要观其行 国益中心 中华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